3D打印最大能够打多大的东西呢 目前的记录是一枚长度35.2米的两极火箭 是的 全3D打印出来的 能够将约900公斤的载荷 送到离地600公里以上的太阳同步轨道的一枚火箭 已经立在卡纳维尔角的发射架上 随时等待着被发射升空了 这个将是一次改变历史的发射 为什么 可能跟大多数人想的都不太一样 火箭这个站在人类智慧金字塔尖端上面的工业 其实比起造汽车来说还要原始的多 走进一间普通的火箭制造车间 你几乎看不到什么自动化的设备 有的只是忙忙碌碌的人类的身影 可以说它还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有两点 于是火箭的产量跟汽车的产量差异是数量级的 根本就没有理由为一个生产周期要长达数月的产品 设置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线 另一个是梁则在装配时所面对的零件数量差异 也是数量级的 火箭单就发动机来说 其零件已经可能就在千个以上了 再把其他的一家直接就穿到天文数字了 这里都要实现自动化装配难度和成本 估计都是有点厚不住了 算了算了 还是走传统的路线比较好 结果就是造的慢 换代酒还很贵 好了 这就是3D打印能够改变的地方了 其实从航天业到航空业 早就在用3D打印来解决一些麻烦了 比方说制造那些传统上极其复杂 也极其费时的零件 火箭发动机的喷口算是相当典型的一个了 我以前有做过专门的一个视频 介绍了为什么从火箭发动机尾部喷出来的 高达3000摄氏度的烈焰 没有把发动机的喷口给融化掉 那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视频 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 我在这就直接说结果了 基本上他们都是利用火箭上带着的超低温燃料 在给喷口降温嘛 怎么降温呢 就是在燃料进入燃烧室之前 先让它围着喷口跑上一圈 来带走其中的热量嘛 于是你表面上看过去 火箭发动机的喷口好像是一个挺光洁的罩子 但是只要走近一点 就会发现它其实是由数千根非常细的管子 焊在一起所形成的 这些细管子的里面流动的 就是用来降温的超低温燃料了 可想而知 用传统的方式来加工这样的发动机喷口 是个怎样的费时费力的工作 难怪随随便便的一台生产下来 都是以月技术的时间了 一旦用上了3D打印 更准确的说法是选择性激光金属烧结技术 所有的这些细管子 就可以跟喷口的外观一次性直接打印出来了 把生产周期从月剪成了周 这项技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国内也有很多企业都是在这么干了 而且我每次去珠海航展都能够看到 越来越多的提供金属3D打印解决方案的公司 从一开始的稀奇 我都有点变得不以为然了 其实 Relativity Space 就是开篇那枚全3D打印火箭的制造商 从一开始起 也是有打印发动机起步的 只是他们很早就认准了 是时候该颠覆一下整个火箭生产的过程了 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台金属3D打印机 星际之门便被他们发明了出来 利用精确控制的电弧来融化铝合金丝 使其沉积融融在一起 形成火箭的燃料箱管路还有外壳 不是分成几个而是意气成形的 它的好处第一个就是快 快到60天就能够造完一枕没火箭 从发动机到枕流罩都含在里面了 第二个是省 省钱省力省人工啊 传统造火箭不仅需要人工 往往还需要专门的工具 比如为了造出NASA的下一代大火箭SLS 他们首先得要造出一个专门的垂直组装中心VAC 来焊接燃料箱的舱顶、舱壁以及加强环 但就这个东西已经是个高约51.8米的大家伙了 你说浪不浪费吧 而3D打印呢 由于是事先在CED软件里面就组装好了的 当然就不需要这样的玩意儿了 另外我还想到了一点 拿之前的汽车自动化生产线来衍生 传统的火箭之所以不能这么玩呢 是因为它要装配的零件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 你生产物理的装配机器人 当然就会成本吃不消嘛 但你看对3D打印而言 你计算机里面的软件不就是相当于这些装配机器人了吗 只不过他们是虚拟的 他们将工作提前完成了而已 接着就是第三个好处 也很重要 而且似乎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快 因为神 所以造火箭也能够像写软件那样 小步快跑迅速迭代了 以往是半年才能看到结果 然后回过头去修改和调整 接着再等半年 而现在则有望做到 越越看结果 越越都跳一击 这样的迭代速度 几乎一定会迁出某种质的转变的 然后这后面的想象空间就真的很大了 最后作为一个3D打印 加火箭的爱好者 我真心的希望这枚全3D打印的火箭 能够首飞成功 然后也很希望尽快能够在咱们国家也看得到